现在我来到了奥克兰西边海边的这个叫做Carrie Carey Beach旁边的停车场 现在都有一些车来到这里了 那我要去现在去海边走一走 我以前去过一次 这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些介绍 基本上就是垃圾呢 不要留在这里带回家去 带回家去处理 这里的浪是特别大的 有些地方的地质很不稳定 所以也要特别注意 这是典型的毛利木雕 你看毛利这个木雕都是这样子的 很奇怪吧 后边有人住的你看 这小木屋 这有些小孩子 有些家庭带着小孩子来 这里 他们从那边走 估计他们知道那边有一条线路 我等于我去海边去完以后呢 等一会回来 会走一走我以前曾经走过的一条路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徒步路线 现在呢我是走到海滩去 地下都是很松软的沙子 好在下过雨了 地下好像还不会有那些沙土飞扬的感觉 你看这个走起来 踩得很深的这里面 我在后面没有人跟着我来 我看前边有没有人 从这里走到海边去呢 也要走几百米的 因为前面这里都是 前面这个地方呢 都是一条小溪 估计是从山里边流水出来的地方 所以这里呢 已经不可以再开车进去了 除非那些紧急救援的车辆可以开进去 像我们普通的这些私家车就不能开进去了 再看这是旁边 那里还有人住的看到没有 这都是山的 住在这样的山里 不是那感觉是怎么样呢 都是一些很多这种植物 Good morning 这些居民们一早就 拉着他的狗来这里溜狗 我忘了上一次怎么样跨过这些小溪 哦!风很大呀! 我怎么过去的我都忘记了 来到海边呢 风肯定是很大的 我的这个麦克风的收音效果 估计就要经受一次考验了 现在前面这个建筑呢 是工作人呐 这里救援的 他们有那些救援的那些沙地车 会停在这里的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办公室 这个车户 从这里开下来 可以一直开到海边去 这些是拉那些救生圈的 救生艇的 你看这些车轮印 直接通到水里头去了 非常大的风 啊! 那边 那边的山市是这样子的 我再回头看一看吧 还能看到那种房子 真奇怪 住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 你看这些车轮印都直接通到水里头去 他们从这里直接开过去了 但是我 我是没有办法走过去了 现在 我一直顺着这个小溪走下去 看看有没有办法 哇! 这个山市看 我看这情况很难走得过去啊 那边有几个人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我以前来过一次 但是我忘了 我怎么样跨过这个水的 我看看这个牌子写了什么 太高了看不清 看不清 看不清 什么club surfing club 可能 可能那些 真的走不过去了 看来我这次 来错了 来错了 我看见 刚才有几个人是从 另外一个方向走的 估计他们才是对的 我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路到此为止了 只能到此一游了 你看 没有办法了 再要折回到停车场了 再次走回停车场再看一看吧 现在 我快走回停车场了 因为刚才那边呢 没有办法跨过那条溪流 接近海边 我只好又回头 我看那边 那里有个小桥 说不定那个桥 说不定那个桥就是 我可以跨过溪流 从另外一边 去到海边 唯一通道 现在 现在好像 停车场又来了 一片人 这里面有什么资料可以索取 好,我从那后边去看一看 看这点一个路口 从这里可以走出去 也就是说现在走一段公路 这是单行线的桥 看见这些 有个家庭 估计他们就是 说不定他们知道 前面有个牌子 这就是刚才我 无法跨越的 那条无法跨越的桥 就是这个 我现在看看 8分钟 有个瀑布 10分钟到 海滩 5分钟去 Zion Hill Track 5分钟 8分钟 那我先去一下那个瀑布看一下 8分钟 哦,不是 8分钟 8分钟应该是 从这个山里走上去 8分钟 似乎有 把火就走进去看看吧 哇,这个山势啊 所以我好觉他们 glimpse 我很轻心,那边走不通 走到这边,这条路好像更加奇特一点 那边都是沙子地 沙地呢,一踩下去有个坑 走起路来很吃力 这边呢,是比较平整的土地 加上下过雨 不软不硬,刚好失踪 你看这个树 看,这树很有特色 应该找一张象 这里头听到很多鸟在飞 除了刚才入口处遇到的三个人 好像都是跑步什么的 还没有看到别的人 我听到天上飞机在飞 我本来没有打算走这条路的 我今天来呢是瞄准的是我以前走过的一个 土部线路大约10公里 是要4个小时了,因为山路很多 但是没想到来到这里了 我看看这里 这是什么图 这是狗可以进入的区域 新西兰很多地方的狗是不可以带进去 如果要带进去的话 你也一定要把它绑起来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狗会追赶那些小鸟 右边走7分钟 这边大概是瀑布的地方吧 我去看看那个有没有瀑布 这里还有个厕所你看 这种厕所说老实话 如果来过新西兰的人都知道 这种厕所就是我们中国叫做汉厕呀 没有办法排水,水不能冲走的 所以很臭的 这个心理准备一定要有的 这以前是开放的,现在不给开放了 估计也是为了保护那些平临灭绝的树木 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哪里 它没有明显的标记 但是看这个路面呢 是有人走过的 所以我看会不会是瀑布 Carrie Carrie Conservation Area 这个地方呢 绝对不可以捡这些贝壳类的海产 最高罚款5000块 我现在一心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但是我并没有走那个通向海滩的那条路 那条路刚才说呢,过去的话应该17分钟 没有明显的标记 这条路更小了 我还是选择走这样稍微大一点的路 看这个地下呢,有车轮的印记 估计是那些维修车辆 开过去留下来的 像这样的地方 没有铺百游路的地方 那应该是不会有人家居住了 这些植物 非常有特色 这些树大概是叫做 面包树还是什么树 我记得我家曾经有过一棵 这里也有一条路 我还是走大路 这些面包树啊 在我的记忆,我家有一棵很粗的 大概有 直径都有25厘米 那么粗的 后来死了 我问我的同事的时候 有当地人呢,他们就说 这种树好像特别容易感染疾病 感染以后就会死掉 哦,现在开始沙子了 现在比较难走了 我本来想着 刚才开路口的 说有五分钟 八分钟是到瀑布 我现在走了十几分钟 还没有看到瀑布 我说是走错了 我估计它那个 八分钟是指的 继续沿着外边的 柏油马路公路 往上走八分钟 但是我转右呢,就进来了 这个 这些hiking 这些步道里头 现在这个路就比较 走起路来比较吃力 因为一踩一个坑 成是沙子 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路标了 没办法判断 哎呦 这个沙子 沙子越来越软啊 真的非常难走 我的袜子开始往后滑 快滑在脚后跟了 啊 没想到这个沙子这么软 非常难走 这些小黄花 很好看 哎呀 如果是楼梯还好一点 这种 特别大的风 这高处啊 我看后边 几个 有几处民居 不到十家民居 后远处有一个人在走 没根本 这些 灌木丛都已经遮住了 根本不知道 那条路是从哪里 通到哪里的 我再来看看前面 可以看见大海了 也就是说从这里 过去是可以通到大海 不过就是没有看到瀑布 这个沙子越来越深了 我穿的是高腰的鞋 要不然我 鞋里面全是沙子 我还要尽量走慢一点 要不然这沙子被带到鞋里面 走起路来 极不舒服 又没有办法 在这里 脱鞋子倒沙子 看这都是 沙子这个 形成的这个 几何图案 这些草都是用来 固定沙丘的 这里有草的地方 沙子就固定的好一点 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 全部流失了 我继续向海滩的方向走 现在我等于在一个山谷里面 但是风特别大 海风顺着这个吹进来 这里成了海风的通道 哇 好了 快出去了 可以看到 看到海边了 看到路口了 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岩石 我走进那里去看一看 哇 风特别大 今天估计 我的麦克风 收音效果就 啊 我看见那个地方 心情点点 有几个人 他们走得很远 你看 这个海滩特别大 大概是在19 忘了92年还是93年 当年呢 有一个奥斯卡金像奖 得奖的电影叫做 《钢琴课》吧 它的取景就是在这片海滩上的 我现在来看看这个海滩吧 从这个左边 有山的地方 经过这个石头 一直向右边 看 绵延两公里吧 一直到右边 又可以看见山的地方 但实际上呢 中间呢 是比较高起来的地方 它挡住了那个地面 所以 这个海滩的广阔 一下子还是拍不进来的 刚才按照我来的情况呢 那个路面从主路转入这条 就是carry carry路以后呢 路面特别狭窄 前后啊 我开了那么远 都没有一辆车 可见呢 可见呢 这个地方呢 来的人还是不多 现在很平 很平整啊 我到现在可以听到大海的喧嚣 却看不到一丝丝水花 有点太远了 真的一点点海面都看不到 但是我的目标 现在就是前面那个石头 现在我看下去呢 这里有几个人 旁边呢 有个东西我看不出来 它是 一些 深船钓鱼还是什么 啊 从这个 口 我要走进去 可能还得走 一千米 现在看 右边 右边看不到有人 哇 你看到我这个脚印 那是我走过来的脚印 后面的山上有 又起雾了 我能看见浪花了 白色的浪花 我觉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并不需要走那么深吧 离这里大概四五公里的地方呢 就叫做 呃 批哈海滩 批哈海滩也是非常有名的 呃 冲浪滑浪者的天堂 但是我觉得 这里比那里的浪要大多了 看 我上次来的时候呢 距离这个石头呢 还比较远 我用望远镜头拍 拍了几张 有人冲浪的那个 场面 今天呢 我直接走到它的 跟前来看一看 我感觉这个浪会一直的冲上来啊 正在涨潮的期间 很壮观啊 很壮观啊 我正在走近一点 看这个地面 像一面镜子一样 看这么平整的地面呢 我觉得呢 应该这个水一直可以 达到我的脚印 的位置 我顺着这个海滩 往前面走一走 就是前面有个牌子 我去看看牌子写了什么 有很多的海鸟围绕着这个 这块大石头 我照个像吧 好 刚才这里站了两个人 他们都走了 现在这个海滩上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好 这个看 车轮的影子 大概 那边走下去还很远很远 这靠人力走 走这个海滩 稍微看一看它的全貌 都不容易 一定要开着那种山 山 叫什么山地摩托车 或者沙地摩托车 去看才行 我看这里写了什么 no dogs 不能 带狗进入这个地区 也不能点火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 Watip Scientific Reserve 就是Watip科学考察保护地 哇 这个海浪一直在往上涌啊 现在呢我还是按照原路回去 但是我很想看一看 那个瀑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记录一下这个山的情况 你看一层一层的岩石 估计是远古的时候 那些地壳的变动啊 你看一层一层的 一层贝壳 一层沙石 每一层都不知道经过了 多少万年前 这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老师就带我参观 就像这样的地方 讲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一层原石一层沙土 颜色也是完全不同 这些年份都是按第十年代来计算 动不动就是十万年百万年 所以很奇特 现在老婆看到 又有人进入这个沙滩了 然后来到这个三叉路口 不知道走那个路好 还是走这个路好 恰好看到这里有个路标 感觉希望多了你 走到停车场十分钟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好像希望比较大了 这个沙子非常难走 踩下去就是一个坑 哎呀 走上来了 现在 我都不记得现在我走的路 是不是我去的时候走过的 还是刚才那个三叉路口的另外一边 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标明 十分钟能走到停车场 我就顺着 这个真的是阳长小道 走吧 我能闻到这个空气中有一种清新的花香味 说不定就是来自这些黄花 真的难走 就是你踩下去吧 你走 走一步 退半步的感觉 这两边的草又特别深 这个路还设计的非常弯弯曲曲的 我已经感觉到有沙子钻进我的鞋里了 等会到了停车场 必须脱一些脱袜子 把沙子都抖出来 显然这条路不是我来的路 我来的路 比这个稍微宽敞一点 但是他说 从这里走过去 十分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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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子找掉这条路的 本来是想看看那个瀑布的 结果没找到瀑布,又是走到海边了 旁边的这些灌木层比一个人头还要高 我看见前面有这些大树 看见大树就知道它离停车场不太远 看见下面有两个人 刚才在海边看到的 看来我走的这条路比他们那条路稍微快一点 看见下面有个凳子 我现在有个凳子脱了鞋 换一换 这就是刚才我来过的地方 我现在去大树后边的这个地方 把鞋脱了,沙子抖出来 清理一下 再走吧 刚才把我的那个大一脱了以后呢 现在感觉很轻松多了 短袖短裤 没有太阳晒 好很多了 不过我今天还是擦了那个防晒霜 还留了半瓶在车上 因为有时候 新西兰的天气就是这样 你看见它没有什么太阳 但是它的紫外光也是相当强烈的 如果是海外旅客来到新西兰 他不懂啊 他以为新西兰夸大其词 其实那个真的是海外光 而紫外光特别强烈的 会灼伤皮肤的 所以出门口 尤其到了夏天呢 你一定要擦防晒霜 长时间在外边暴露你自己的身体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胳膊腿啊 脸部啊 颈部啊 耳朵啊 这都要擦 要不然会晒霜的 新西兰的皮肤病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一般的那个欧易白人 皮肤浅色的 他们更加容易灼伤 所以我觉得他们 对这个比较重视一点 中国人似乎不太重视这些 擦防晒霜的这个做法 但是中国人有个特点 这是他们也做不到的 中国人 白天打伞 他们不太明白 中国人经常要打伞 当然我是不打伞 一般可能女同胞打伞的比较多一点 男的我很少见打伞 打伞的目的当然就是遮太阳 我这有时候真的不清楚 这些大地人他们 到底理不理解我们 中国人 亚洲人 为什么总是要打伞 好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路口的地方 又回到那个指示灯的 指示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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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